我是看了一下那個維基百科 這邊就有講了 不過你從頭看到尾 說是你看完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全形跟半形 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發現其實最早會需要 全形字這個東西的出現 主要原因是因為 最早你看中文兩個敗著 英文跟數字都一個敗著 將來如果你要顯示在電腦上面的話 會變成亂碼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兩個字 兩個敗著有的一個敗著 所以最早在豆子環境下 發現奇怪為什麼出來的東西 如果有那個中文跟英文 數字夾雜的 出來的就是亂碼 為什麼因為中文兩個敗著 然後那個英文跟數字一個敗著 他搞不清楚 所以後來要怎麼解決這個印刷的問題 很簡單 就把所有的字通通變成兩個敗著 中文也兩個敗著 英文跟數字也兩個敗著 兩個敗著就全形了 這樣子就不會有 因為一定要雙數 印刷才不會是亂碼 不過這個是非常早以前 如果你比較資深的同學 應該會有看過以前 為什麼有亂碼的這個東西出現 但是後來這個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因為這個問題就被解決了 所以這個全形半型我覺得 應該可以視為一種遺讀吧 OK 這以前舊的東西啦 所以我是覺得結論好了 結論就是以後記得ASC就好了 至於全形半型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不 所以我建議你們待會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些資料一律變成半型就好了 那怎麼樣變半型很簡單嘛 你就在旁邊有沒有 先輸入一個ASC 把這個資料全部轉半型之後 來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把它Ctrl-C有沒有 然後貼上的話記得喔 選擇性貼上只有直喔 有沒有把它全部改成直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忽略全形半型的這個問題發生 因為我覺得啦 你根本不用去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你不懂也沒關係 你想說老師我腦袋很小 我要去記別的東西 我不想記這個 沒關係你就忘記 反正你就要記得 以後看到全形一律轉半型就好了 那這個問題就不存 這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你不要一直糾結說 一定要這個怎麼辦 我以後是不是會有遇到 那個一定要全形的問題 沒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不會有亂碼的問題 以前才會需要有那個 亂碼的問題要解決 好啦 所以待會第一件事 我看你乾脆直接怎麼樣 把它全部改成 半型 好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 不然我發現很多人 會因為這個問題 不知道怎麼辦 好 第一個 待會先把所有的 全形一律改半型 好 這樣比較簡單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要取得英文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哇 以前真的很麻煩 以前光學姐這個問題 那還要去看那個內瑪表 ASCII內瑪表 我想說這個內瑪對很多人來說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啦 但如果你要記的話是 ASCII這個東西啦 以前如果你有上過計算機概論 可能現在應該有老師都跟你講說 你要記一個ASCII code ASCII code 不過啦 你們可以看旁邊這邊有一個 這個這個表 你其實可以用圖來看一下 我們找一個比較彩色的好了 這個好像這個比較彩色 這個好了 這個紅色的 那其實 簡單講起來 這個內瑪表 就是在美國人設計這個電腦的時候 他根本不知道說有 我看 有那個中 多國語系的問題 所以他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是規劃的 256個空間 這個我看 這個好像 這個 256個空間 這應該可以看 0 0 2的8次方 等於8位元的話 他就給 給256 應該才128吧 給到128 等於是2 就是 2的8次方 應該是 2的8叫做 128嗎 還是 128 也就是說用8位元來 定義那個 他需要顯示的 字元數量 那其中的話 定義啦 你會發現 那這個就是ASCII code內瑪表的位置 這個地方的話 有2進位 不過你們大概就看 這個10進位 DEC這個 有沒有 0到127 那他的定義的話 你會發現 主要定義哪一些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是 這個什麼 這個A 大寫有沒有 那你們可以記65 然後這個A 是97 也就是這邊的話 是那個大寫跟小寫 那數字的話 應該是在哪裡 數字的位置 數字在這裡 有沒有 其他就是 48到57 有沒有 另外還有什麼 這個符號 這個是標準符號 還有一些控制碼 大概就這些 沒有中文的部分 所以中文部分是後來才想辦法 為了要讓它顯示在螢幕上面正確 所以 加上去變兩個擺折 什麼高位元低位 不過這些我想你們暫時不用理解 反正大概就知道 最早在設計的時候 基本上是 沒有考慮到其他多國語系的這種需求 好 那你說老師這個 這個ASC很難 對其實我們是可以跳過 只是說我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的插入函數裡面 我記得好像就是有個call有沒有 還有一個chart 這個call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說 call就是剛剛A 那個ASC code內碼表的那個call call的話指的是內碼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要顯示的是 大寫A的話 不 更正一下 call的話 比如你輸入一個字 假設是A 有沒有發現 如果假設我剛剛不是講嗎 大寫A的位置是 所以如果假設你輸入一個call 就有點像你要查內碼的時候 那他會告訴你 大寫的A在65 剛剛不是這個內碼表 A在65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呢 輸入0好了 0這個小寫 48 如果9的話 我記得是57 有沒有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查某一個字 它的內碼是在哪個位置的話 可以這樣查 如果你打個中文 查call 這樣它就會 如果你今天打一個什麼 打個資料庫的字好了 欸 有沒有發現 他說 剛剛內碼表到127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為什麼它會 是47,338 因為後來才又增加出來的 因為0到127只能放中 就是英文部分還有數字符號 那中文的部分是後來增加的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判斷說它是中文還是英文 它有一個方法啦 就是它的call有沒有 如果是這個大於127的話 那這個應該是中文字 OK 也是一個方法啦 OK 好 那另外的話呢 其他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 除了說call之外 另外有一個插入函數 有一個叫chr chr的話呢 GHAR有沒有 就是呢 顛倒過來 跟call是顛倒 就是如果你輸入65的話 它得到的就是A 有沒有 那如果你今天輸入的是48 就是0 所以喔 假如說你要取哪個字的話 那你用chr 這個chr什麼的四方會用 其實好像也是有用到比較多的 就是在這個字跟字中間要換行的時候 好像會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控制碼 好像10這個是換行 有沒有 chr10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做出一個效果 就是字輸出之後 中間要一個換行的話 那你可以用chr 不過這個我看後面有沒有機會 如果有類似的我再提好了 順便講一下 因為這個想到那個內碼 我就想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call 這個叫call 一個函數叫chr 這個call的話 就是你輸入一個字 它給你一個內碼 如果chr的話剛好顛倒 內碼它幫你把那個字取出來 OK 那可是問題我們回到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剛剛講到的 如果我希望取得 資料裡面的英文部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如果用剛剛有限的 有限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函數 那你其實變成 如果假設我們要用那個 剛剛這兩個函數的話 call是給什麼字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給第一個字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給 給吃這個字 它就會得到的是超過127 那顯然它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只要判斷什麼 它的這個中英文的部分 如果我要取英文的話 那我只要把每個字取出來之後 然後分別判斷它是不是在65到90 跟是不是在97到122之間 那我就可以把那個字取出來 就是英文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每一個字每一個字取出來對不對 然後讓它判斷要留下來 OK 不過這個公式會寫得非常融賴 而且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中文又有英文的部分 那你變成要判斷兩次 所以如果假如說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可能會想說 是不是直接怎麼樣 把那個乾脆全部轉小寫 或轉成大寫 就判斷一次就好了 這個是一個方法 不過講這麼多 其實我之前就真的把這個公式寫出來 然後並且執行政列 但是效果非常的差 為什麼 因為同學後來直接跟我講說 老師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你講完之後 我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後來我發現 其實有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你乾脆直接把這個問題 直接問ChargeBee算了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來做一個動作 就是我直接乾脆把這個問題 我已經把這個問題 直接輸入到我的雲端白板 記得找一下第一單元 這邊就有101這個 打開之後 那在第幾頁 第二頁的地方 我就Q的部分 就是請幫我撰寫 所以一樣 回到前面講過的ChargeBee 請幫我寫個公式 然後做什麼呢 我將A2儲存格裡面 我就把這個裡面的資料貼過來 就是這個 把這個資料貼到這個A2的後方 然後我習慣是前後加雙以後 跟他講說 這個就是我的資料 那請你逗點之後 很簡單 就是幫我取出英文部分就好 夠簡單吧 OK 好 那就把這個問題貼給他看看 不過我是覺得 以前自己想跟用ChargeBee想 其實真的10萬8千 後來當然得到結果之後 我還是慢慢可能會依賴他了 因為我再也不會花自己時間去想 雖然可以想出來 可是你可能要想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好 他就已經得到一個結果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 哇 他其實做了很多動作 而且他得到的這個 用的函數 哇 都是非常高級的 而且非常少用的 像是TestJong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反正就是你找到的字 幫我串在一起 預設是沒有字 如果True的時候 幫我把它串 他就找了 找那個英文的部分 是的話就切 那我試一下好了 不過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底下有一個提示就是說 使用此公式時 請記得按Ctrl Shift加Enter 因為呢 他是必須執行所謂的正列的公式 所謂的正列 實際上就是說 他不是執行一次 一次的話 他就執行打勾OK 可是問題呢 我們這個 他要判斷的字 總共不只一個字 所以如果你打勾 他只會判斷第一個 可是你這麼多字 你希望全部都幫你判斷的話 那我這邊的話 不過我發現他這個是一個解法 另外我之前有得到一個公式 這邊也有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我覺得好像比較簡單 你們也可以拿這個來試試看 我用這個好了 這個應該比較好講解 應該比較好理解 我把這一串公式Ctrl C好了 記得喔 Ctrl C之後 再來我就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英文的這個C2儲存格 把它貼上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因為他的公式很冗長 所以記得最右邊這邊有一個展開 讓他展開一下 不然你會看不出來 其實老師貼上為什麼沒有東西 因為他公式太長了 所以我建議你這邊 旁邊可以展開 看到了喔 而且有換行 所以把它back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打勾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會出現錯誤 不過他出現NAM 好像他不支援某一個 某一個函數耶 這個我等一下看看喔 那如果你執行政列是Ctrl Shift加Enter 那可能這個版本好像 他用的函數好像有某個函數是不被支援的 我們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這邊是2016的 好像這個只能用2019的話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公式 我在別的地方是OK 所以看一下有沒有哪一個 不能不支援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解決這個問題